演艺圈母子党崔佩怡与儿子贝克宇 一直以来深受多汗及味道问题所苦 只要一流汗就不太敢接近人群 事实上根据市调公司青少年议下多汗及异味观念调查指出 有超过五成的青少年有这样的困扰 且担心影响交友 如果是身边有这样的人也会难以开口告知 会默默地保持距离 所以多汗及异味问题足以影响生活与心情 长根皮肤科医师黄耀利就建议及早实行治疗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很会出汗 然后造成我就拍戏的时候 尤其是拍古装有那个水衣 就告诉自己不要出汗不要出汗 可是全身我尤其是上半身特别的会出汗 因为我急性子那个脸啊 满脸身上都是汗 然后拍戏一整天下来其实都会有果味道 那时候我就常常跑厕所去用手帕 把腋下边擦一擦 我严重到那个时候会因为流汗 然后湿 然后我就这边整个都会过敏 然后就去看医生就觉得 一个漂漂亮亮亮的女孩 然后每次想起来看 我这边过敏 就是因为汗太多 然后夏天汗一多以后身上其实 你也知道就后背后也湿的 这边也湿到处都是湿的 就会觉得会想说我塞远一点 体育课结束之后就是会跟每个人都保持有距离 就诊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父母带小朋友来 因为他们有异味和多汗的问题 尤其在夏天这个季节 那以往的话都会担心治疗的方法是手术 所以很多家长不愿意 那现在有比较新的方式 就是不用手术的方法 用微波热能就可以破坏汗线 包括了大汗线跟小汗线 达到一个治疗异味跟多汗的问题 那因为很多在青少年在这个自己有味道 他们不太知道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线上的一个问卷调查发现 其实有八成的这个青少年是非常在意这个问题的 那有一半左右的一个青少年 他是自己有这样的困扰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常常是父母需要帮他了解 随着医疗技术创新 黄医师提到 现今要治疗多汗异味问题 已有不少治疗选择 新型手术已经不再需要恢复期 也不会有疤痕 当日即可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父母要及早注意孩子的腋下健康 因为这问题多半是遗传所致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给青少年一个自信的生活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